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卓卓的玩车日志 更新到第二期 第一期的节目我讲了我玩了这么多年车 自己改过哪些零件是装上去就马上想拆下来的 那如果大家也想知道我改装走了哪些弯路的话 记得去看回第一期 然后现在是第二期的内容主角 这是他 上载行变 今天我们来聊轮胎 轮胎是什么呢 轮胎就是你的车身跟你的路面之间接触的唯一的媒介 媒介就是媒人啊 就好像你去相亲的时候 你在你的对象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完全是你说媒的那个中间人说了算的 对不对 那对于车来说你的车好开不好开 跟这个路面的八字合不合 其实也是看轮胎了 就举个例子吧 就我们经常说什么越野车 用什么三把锁两把锁 或者有没有锁 对它的通过性 它的重要程度有多高呢 我觉得远远没有轮胎重要 因为你的四驱前驱还是后驱呢 只是你的动力 它的分割的方式 它只是一种分饼 切蛋糕的方式不同而已 但是轮胎呢 是帮你去做这个蛋糕的 你的蛋糕有多大 是由你的轮胎决定的 你把这个蛋糕把它做大了 那么分蛋糕才有意义 对不对 有了轮胎 再谈其他方面的行走动力的性能 跟刹车的性能 所以今天呢 我想分享一下 我关于轮胎的一些自己的经验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发现 现在的很多原厂车呢 它的轮胎都带有一些认证 比方说宝马的星标 包括宝石街的N0 N1 N2 还有一些电动车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 拍发的轮胎 那这个轮胎呢 会比一般同等型号的轮胎 的外面第三方的售价 稍微贵一点的 那么贵的价值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这些轮胎 它是车厂的工程师 根据这台车 然后跟轮胎的工程师 合作去研发 然后迭代了好几轮 比起一般的轮胎 它的优点 比方说像一些偏性能的车型 像我们自己那台 领克林三家的三版 它用的是 现代N标的那款轮胎 那么它就有一个比普通的PS4S 更抓地的性能了 真的 因为我们不是把一个前轮 把它用炮废了嘛 所以我们就将一条 第三方市场买的PS4S 装到了前轮 然后这个车就非常推 把它装到后轮 这个车就非常甩 这个就说明了 原配的N标的PS4S 它的抓地力 是在我们市售的PS4S之上的 我经常会说 大家换轮胎 换胎如换车 就是轮胎它有不同的性格 它会影响你的车的行驶的特性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讲讲 我自己在我的86上面 用过的很多的轮胎 我的86一开始的原厂的配胎 是一套游合航马的DB 那个轮胎大家都知道 它名字叫DB 但是它真的一点都不DB 一点都不记音 真的是非常吵 但是那套轮胎 唯一的优点就是 它的极限非常低 极限低就能让 那个非常孱弱的动力 开起来也稍微有点驾驶乐趣 这个车尾会很甩 这个是一个很低成本的 让你去学习开后驱车 学习飘移的胎 不错 非常好 所以我用了两天就把它拆下来了 换了一套17寸的 应该是普利斯通的泰染者T005 那个轮胎呢 它的胎壁很软 所以装上去之后呢 它对于改装避震的适配不错 就日常在街上面开会挺舒服的 但是问题呢 就在于那套轮胎 它的胎壁太软了 所以在左右变现的时候呢 它的胎壁会先变形 然后这个轮胎才产生这个侧向力 并且车尾呢 它会先变形再变现 车尾的动态会稍微有点滞后 紧急变现变完回来之后 那个车是晃一下 再回到原位的 就好像后面装了一块这里一样 这套胎给我的感受就是 除了有点安静之外 也不怎么好 反正这套胎呢 它的定位也就是一套巡航轮胎 那接下来呢 就换了一套魏图的V02 就跟这个是同款了 V02这套胎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我安利了很多同事 现在我们公司应该有 四五个同事在用魏图V02这套胎 它首先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抓地力非常不错 它会比所谓的街道用新轮胎 标杆的AD08R的抓地还要更好 湿地更好 热起来之后 在赛道里面的极限抓地力也更好 并且便宜 一套胎像17寸的 可能也就是一条700多块钱 而且它的尺寸也非常的多 但是唯一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中心点位置附近 它的沟通不是很足 你不知道你的轮胎 是在跟地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感受不到那种摩擦的感觉 但是V02确实是很均衡的新轮胎 胎罩控制也得体 它只是在插过路面上面那些油漆袋的时候 会有那种轮胎的声音 挺魔性的 如果你用过这个轮胎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V02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又想再尝试极致一点的轮胎 然后就换了一套南港的AR1 这套胎真的就是一言难尽了 它的定位是一套半热熔轮胎 那它确实做到了半热熔 就是它只热不容 这套胎感觉它的特性就是 它的纵向抓地力很好 刹车非常牛逼 比方说我在赛道上面 用V0211白米牌才刹车的话 那么AR1就可以在90米的时候 一脚跺下去没有问题 很有信心 但是侧向的抓地力 我觉得就跟V02差不多水平 没有说好太多 而且AR1最致命的东西 是它的胎罩 非常非常非常大 开在路上面就好像 四个空架机装在你的车轮上面 就咕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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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胎纹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如果是湿滑 有积水的路面 用AR1其实真的是很危险 所以AR1这套胎 我的推荐指数还是会非常非常低 因为既没有给我带来非常强的抓地力 但是与此同时 它的缺点 日常开 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显 对还有油耗高 它比起V02每百公里的油耗 多了应该有一点几 将近两升 所以这套胎我也不介意大家用 除非你真的就是把那套胎只放在赛道用 但是AR1的问题 它的热循环也做得不好 就是你第一次用还不错 然后冷下来 过一个星期之后再来用 冷了再重新热 它就回不到一开始的抓地力水平了 然后现在我86再用一条马牌的UC7 这套胎它的特性其实跟刚刚的T005有点像 但是它的胎币要比T005更加的有弹性 更加Q弹 每天开着它上下班会觉得还挺舒服 但是它的操控的滞后感也是挺明显的 马牌的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滞后感 会让你在雨天的时候开起来更加受控 其实也对 因为你下雨天或者说一些低腐着的路面 就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 就是挤打方向 你挤打方向这个车 如果反应不过来就很容易会推头 反正我现在用这套UC7 我是觉得比之前那些新轮胎开起来 是更适合日常开的 胎罩的控制也都还不错 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好 接下来就按照一个轮胎的特性 给大家推荐一些我自己觉得表现很好的胎 那我先说说最舒服的轮胎 我觉得马牌的CC系列 它是很牛逼的 因为它的胎币是单层的设计 所以它路面的绿震做得很好 而且CC系列它也有自己的一个静音配方 所以如果你是只追求舒适性 对于操控完全没有一点的追求 没有一点念想的话 那么你就去买一套马牌的CC系列 好吧 然后最安静的轮胎 目前我开过还是米其林的 号越3ST会最牛逼 为什么不是号越4呢 因为其实3ST的后缀 那个ST就是静音配方的意思 目前号越4还没有出它的静音版本 所以3ST还是最安静的那套轮胎 而阶胎最均衡呢 我会推荐马牌的UC6或者是米其林的PS4 那这个均衡呢 说的就是它的干湿地的抓地力 静音操控等等 这些方面都做得相当的不错 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需求 但是我又希望这条轮胎是六边形战士的话 那么MC6或者PS4就将将OK了 好了这一集跟轮胎相关的内容 我觉得讲到这里差不多 不要太长太长大家也不想看了 希望这个简短精炼的内容能够帮到大家 然后下一期的节目开始呢 就开始跟我的避震专栏了 我会结合自己用了这么多套避震 来讲一些我的第一手使用的心得 大家关心的话 记得跟住我 一起关注这个项目 给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